特斯拉 事故率碾压全美汽车 仅美国平均值九分之一 日前 特斯拉发布了2021年第四季度的 车辆安全数据报告 该报告收集车辆数据 并调查在辅助驾驶的情况下 每英里的不同状况下的事故发生率 报告显示 使用autopilot的车主 平均每行驶431万英里发生一起事故 没有使用autopilot 但是起入了主动安全的车主 平均每159万英里发生一起事故 此前 第一季度数据显示 没有使用autopilot 也没使用主动安全的车主 平均每97.8万英里发生一起事故 而在美国 每48.4万英里 就会发生一起汽车事故 特斯拉数据显示的一个主指是 不论有没有使用autopilot 可启用主动安全 特斯拉车辆的平均里程事故率都是最低的 对于特斯拉车主而言 AP和主动安全功能开启 有利于提高行车安全性 但是需要重点强调的是 在使用过程中 驾驶员本人也要实时关注路况